师兄 师姐 早安 今天分享的是关于佛塔 佛塔其实是代表佛法身 代表我们佛陀的教导为主 好 那佛塔代表佛法身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世界有两个世界 一个世界是世间的世界 然后一个世界是初世间的世界 意思是什么 初世间的世界是新生自由 然后世间的世界是一个假设的世界 然后卡住所有的世界的名称和各种各样的假设 不是真的 所以它有两个世界 那要从世间出来 一定要有初世间的代进去 好吗? 所以呢 初世间的世界呢 有佛塔为主 有佛法身为主 所以我们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知道说佛塔是代表佛法身 好吗? 生团会尽量的就是把佛陀的设立子 和阿罗汉的设立子 盖成佛塔 然后P1分享的说有很多人供养金块 是为了来做这个尖尖的 那这个佛塔代表什么? 就是这个 好吗? 我以前我想有大概分享给师兄们听 就是这个就是 借定会才涅槃 所以这个呢是涅槃 好吗? Nibbana 这里写Nibbana 涅槃 这是我们的国王 他是代表国家是 只要在就是佛佛陀的家族 就是会照顾佛塔 和照顾佛教 佛佛陀的教导 Bariyati Badi, Badi Badi Bada 好吗? 这是我们九世王 好 然后佛塔呢 就是代表说有Sila Samadhi Sila就是有戒定会 好吗 成功入涅槃 这样可以吗 所以呢 那我们怎么样知道 怎么进来呢 就是要出世间的 出世间的生团 那生团呢 就是他的心身自由了 第一次自证到涅槃 那是虚陀环 虚陀环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智慧 知道真相 知道世界只有 明法和色法两个 那么普通的人不知道 色法和明法 不知道 所以他就在那边转 所以只有两个世界 两个世界 就是世间的和出世间的 那我们已经被带进来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尊敬佛法身 所以这个是佛法 佛塔是完完全全代表佛法身 佛陀的教导 好吗 这里这里这里 就是说 戒定会 那入涅槃 好不好 这很重要 OK